今天AT个股推介建议大家留意回控5号 回控将会在今日中午公布第三季的业绩 但背景与业务相近的渣打 上星期公布的季绩就差卦市场预期 受到渣打第三季正式差按季下跌的影响 根据彭博综合务相预测 预料汇控第三季的正式差大约是1.69厘 按年上升30个基点 按季是跌3个基点 事实上汇控以中国以及欧洲为主 英美利率高企加上港元和美元挂钩 令到香港利率走高 反观印度、中东和北非等渣打业务重心之一 不少新兴市场已经开始或者准备减息 按道理 汇控的正式差下跌压力应该会小过渣打 另一方面 从渣打的跪迹来看 内房债务危机对业务涉足大中华地区的银行冲击未全退 摩根士丹尼预计 汇控在第三季可能要对中国商业房地产作出额外撥备 综合由10月初至今 一众劝商给予汇控的目标价平均是77.3 较汇控上星期收市58.05元高出大约33% 汇控业务短期存在不明朗因素 但中长线已经走出谷底 加上恢复派发季度股息 长线收息价值再现 投资者可以抠股价回到54.5元作长线吸纳 如果看短线上望62元 但跌穿48元便适宜置舍